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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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夠讓大家更認識新的文學院 以及這個舊有的傳統 然後繼續往前開發新的課程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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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知道文學院都在幹嘛 也是從國中就一點上往這裡 想要分科然後考台詩大 我有去上台文系 我已經繁星錄取台詩大歷史系 就是因為我繁星有上台詩大地理系 老師也有推薦 所以我們就想說 一直過來 衛林女中的高一學生 我們是三個人就是剛好看到這個活動 然後 一起過來 一起來參加 除了本土老師以外我們也有外書 所以也可以幫助你在英語的 口說啊寫作上啊都可以有很大的進步 邁一所就是一條把外語學習 封頂的道路 現在文學院就辦了非常多的講座 可以看到左邊這裡 加強我們那個 聽力或口說的部分 英文的可能解面效的部分 會比其他更多 他的院還要多一點 台詩大有很多可以學習的資源 跟台大台科大一起合作之後 就是感覺就是不怕沒得學 文學院最關心的就是出路 也還沒有想像中那麼窄 然後反正是很多元 文學院是比我想像的還要更有趣一點 涉獵範圍更加的廣 包含一些還有科技之類的 理理系它的多元的那個方面吧 就是我可以知道它有很多不同的領域 像是空間資訊啊都市規劃等等 我覺得 我有可能會嘗試看看 剛剛有說到 就是我很喜歡有一種 那種思考的過程 目前的話應該會是地理系 可能會有人文地理或者是什麼 生物地理 它是一個多方位的科系 不一定是說你讀師大 就一定當老師什麼的 其實發展也很多元 有些在這裡 我正在稿子兩三個月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我會想像那些人 那些人說 你平均會不會是的 誰想像那些人說 你平均會不會 有些人說 2023 仁文記 贊塔